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还有一讲是讲90年代的多元化的趋势 那么最后一讲是讲这个90年代的乡土趋势 其实我是把乡土趋势可以看成是中国当代文学的 显示出它创作的本土的特色 以及它的艺术方面获得了一个成就 那么是从这个角度去参与它 所以也希望同学们后面两节课都能够多进入来 然后最后一堂课我是想谈一下同学们的作品 就是你们学的小论文 那么也可能会和考试的发生一些关系 所以希望同学们 因为已经有堂课这么多是吧 大家一百多天说我是随机的抽 我就闭着眼睛这样抽抽的抽 好不好 这样我会看时间我会认识 大家知道我这个呢脑子有问题是吧 我至今还和你们的这个名字和人对不上号 所以我肯定是随机的是吧 不会有任何的倾向性 那么谈到白岛后期的诗呢 其实在诗歌界对白岛后期的诗呢 是有不同的看法的 这个我也不止一次在各种场所 是吧 在吃饭的和不吃饭的场所看 我都听到他们对白岛的诗呢 后期的诗有这样和那样的 这样一个评价 这种评价呢 总是会以一个失望的 或者说是一种批判的 批评的这种态度 但是我本能呢 虽然我不在诗歌界 我主要也不搞诗歌 但是呢 我非常欣赏白岛后期的诗歌 而且我觉得白岛后期的诗歌呢 非常有道理 可以看到白岛后期的诗歌呢 深受这种保博策畔也好 博博和诗啊 相受这种诗的影响 同时呢 汇聚了这个 凝聚了白岛本能的 对生命生存 和自己经历的那种体验 那种体验之后的某种 某种造化为语词 修词的那种艺术的能力 所以当然我们诗都是得 回到诗文本是吧 去读诗我们才能感受到诗的味道 像在齐路 从前的日子 痛斥此刻的花火 那是青春骄傲的夜 抱着石头滚动 急碎梦中的玻璃 我为何在此逗留 中年的书信 传播着浩大的哀怨 从不惑之行 到处杀死或寂寞 你们在座的都青春年少 是吧 我说过这个青春 真是美好的青春 青春做饭 好爱香啊 真是非常非常美妙 你们很爱理解 就是说你们在青春年代 会有很多的理想是吧 想要房子车子和票子 等你有了房子车子和票子之后 你发现没有青春 那个时候 这些东西都没有任何意义 是吧 那么青春时代 就是住茅草屋 是吧 就是骑自行车 那么就是几毛钱在口袋里 皱巴巴的 那生活都是充满了乐趣 充满了希望 是吧 像我们现在这样开着车子 住着房子 口袋里也塞着几张钞票 其实是很无奈的 知天明 什么叫知天明 就完蛋了 哈哈 知天明 所以回到到这个时候 大家注意这句 就是说 从不祸之邪到求杀死 我们记 大家会理解这个 不祸之年 40岁以上不祸之年 其实他那时候已经过了40岁 白岛是1949年出生的 是吧 1989年 他应该就是 40岁了 是吧 那么 90年代初 他就40多岁 接近这个知天明 今年白岛60岁 大家想一下 当年的这样一个 朦胧诗的这一天长假 当时也是意气融化 现在都60岁的老人 这岁也不老人 那么大家看一下 就是说我为何在此斗掉 你会看到从前的日子痛斥此刻的花朵 这里面所包含的一种中年的一种心态 是吧 那是青春骄傲的夜 抱着石头滚动 积水梦中的玻璃 这种心态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感悟 像我们这样是特别能够感悟 就是你们年轻的时候都会痛斥 那些四五十岁的人 是吧 扶行 末落 是吧 臣服 没有 没有创造性 对吧 然后有些人还像一个思想的死气沉沉 青春的时候都痛斥这些 那么现在轮到自己青春了 从前的日子痛斥此刻的花朵 那是青春骄傲的夜 当然这是我的读解 也可能是他有别的 看他有别的 别的意思 有别的语诗 他应该可以有多种的阐释 是吧 有点多种的理解 但是我所理解的就是在骑路 就是写一个中年人在他人生的一种道路上 他就看到自己走的路 每一处的拐弯都是骑路 每一次的漫步 都是骑路 我觉得这是一种生命的一种沧桑 所以说我为何在此斗勇 中年的书信 传播着浩大的埋约 这个浩大在这里用的 用的非常的 大家会知道 会用的非常的不协少 是吧 甚至用的 这个词不应该是北岛用的 更不应该是四十多岁的北岛用的 也不应该是他写这种诗的时候出现的 当然大家会知道 有一些诗句 它有一些词语的运用 它是有意的破坏它的一种整体性 破坏它的和谐感 恰恰是这样一种词 它要表达的 是它无可表达的 不想表达的 不得不表达的 那种愤怒 就对表达本身的愤怒 我无法表达出来 所以用了一个 我觉得浩大这个词在这里 读诗人都会觉得 这个词非常的平庸 是吧 非常的平庸 非常的通常 常见 既不华美 也不富有哲理 也不理念 但是这个词用在这里 我觉得 恰恰是一种悲哀 一种哀怨 它不只是中年的哀怨 而且是中年的表达的哀怨 浩大的哀怨 我觉得这个心思厚描 别人添雨 是吧 这个 当然大家会说 这个 也没有什么 在别的词里面也有 但是我觉得在 后期的北岛 那么注重于词的北岛 用这个词 是一个非常 是一个很大的失败 但是我会反过来 理解这种失败 这种失败包含着一种愤怒 是说我已经不能表达 我就用最糟糕的词来表达它 这种哀怨是不能表达的 我不知道大家理解吧 就说 我就干脆用这个 这个词 最庸素的 最平庸的 最没有想象力的 最没有体恋过的词 用滥调的词去表达它 我是这么理解 当然大家会理解 从不惑之邪 这是指不惑之年的一种 以悦 是吧 不惑之邪 到处的沙子 或计谋 你看它这种词 就是说 沙子或计谋 就中年人呢 他说 功于心计 是吧 到了中年 就要勾心斗角 因为中年呢 这个大家都有利益 这个 我记得 中国古人会跟着说 少年要戒狱 中年要戒贪 老年要戒德 就说 教你做的 你们青年的少年的青春年少 是吧 这个爱呀 爱得死去活了 然后欲望无边 是吧 这个会给自己带来很多的麻烦 是吧 不管这个 男孩子也好 女孩子也好 少年也要戒狱 欲望不可太多 是吧 狱 手生 这样不好 是吧 还是应该 坚持 这样一个思想基本原则 好好学习 是吧 即使为了灭符 戒狱 中年人要戒贪 是吧 中年不能贪吧 因为中年人呢 他力量比较大 是吧 他形成了很多的利益集团 利益的共同体 然后大家勾结在一起 然后募取利益 贪等无厌 那么有些中年人呢 然后这个生活 无止境的 然后这个权力 金钱欲 然后利用金钱和权力 在这个追逐美女 是吧 然后最后自己挖一个坑 掉到县城里面 所以中年要戒贪 老年要戒德 所以就说 有些人都 五六十岁 五七十岁 所以黑天到晚想得到很多的龙育 得到很多的地位 这就不恰当 是吧 就是老年呢 应该要淡薄努力 是吧 这都是中国古人的这个 为人之道的治理一年 但是贪贺努力都做不到 是吧 恰恰因为青年总是多育 那么中年总是贪婪 老年就像自己前面的这样一个 那么多的战斗 是吧 那么付出了那么多的 做出那么多贡献性的量得 但是他看到中年盗杀死或气 恰恰是对中年生活的一种 痛心 一种批判 中年就是充满了阴谋轨 就是勾心斗角 就是想从这个世界获取更多的利益 或者名则保身 我觉得这些批判 都是写出了一种哲理的方式 从这支书写出 一种中年人者 他的一种悲哀 他的一种困扰 他对生命的一种体验 像这些句子 我使善心接着跟大家谈过 没有任何准备 在某次会议的陈述中 我走得更远 沿着一个虚词的拐弯 和鬼魂们一起在骑入 与金日落 当然这些词句也写得 蛮有特定 蛮有味道的 当然虚词的拐弯 我说我这是北岛后期 所追求的一种诗的 一种表达的方式 当然大家也可以看 下一棵树 风从哪儿来 我们数着 因树子中的润润润润 他用此来 都用得非常的显僻 而且呢 他直接的就是 就是隐喻 这种隐喻 也都不需要铺垫 大家知道 这个因树是毒品 是吧 因树是一种毒 毒的花 那么因树子 他就知道 他干什么 除了因树子中的 日月月月 这是对生命的 对自己 人生 历程的 一种看法 对生命经历的 一种诅咒 或者说 说得好听 是一种 反思和批判 大雪散户者 某一气流的 谎言 由同醒来 性已改变 含义 倒入通向历史以外 我们千回往事 算在下一棵树上 我觉得这几句 非常棒 特别那个 由同醒来 性已改变 含义 就是这对 我就说 北岛一直在寻找这种变异 我说他后期的诗呢 他一直寻找来 就是一个关于变异的思想 当然这种变异的思想 我们可以从伯尔赫斯的诗 因为我们时间关系 没有办法把伯尔赫斯的诗 保罗策兰的诗 包括利亚克的这些诗 和他做某种参照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变得一种思想 就这个变异 再也抓不住生活 其实呢 大家会感觉到 你们青春的时候 会对着生活充满的变化 是吧 但是你们这种变化 它会变成一体 在时间上呢 它们会构成一个完整 构成一个和谐的东西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 确实就是说 这种变异 对你来说 对我们来说 这种每一次的变异 都意味着虚无 你们每一次的变异 都意味着实在 意味着获得 意味着鉴定 是吧 你这个 从初中变成高中 是吧 上到好的高中 我高中变到大学 又上了百大 是吧 在大学 又认识了女朋友 这生活非常好 再变一下 有一个更漂亮的女朋友 再变一下 有一个更有钱的女朋友 是吧 这可以很多的变 你这个变都是实的 但对于我们这个岁数 我跟白老公这种岁数 每一次都变成一倍的虚无 大家理解吧 就是我特别 我在50岁的生日的那一天 我先问我一个朋友 就写了一副 两句诗 就李商尹的诗 一春梦雨 长飘滑 近日凌风 不满旗 大家 你们很难理解 就是说这种诗 一春梦雨 长飘滑 大家想一想 这就是一个中年人的心态 就是梦的一春天的雨 飘到 飘到晚上 那都飘走了 大家知道 我这种诗都没法解释了 是吧 它就是一种意境 一说 大家就能感觉到 近日凌风 不满旗 这其实里面包含都这种变 是吧 因为都变掉了 一变掉变掉虚无 大家想一想 近日 这其实都是很壮严的东西 是吧 旗 这都是战斗 都是充满了一种生命的号召的东西 但是 近日凌风 还是不满旗 都变掉了 变掉之后 就是一种虚无 所以大家会看到 这种感受 它是在生命中的一种体验 它是非常的 非常的不一样的 就是 由一种醒来 性力改变含义 就是 到中年之后 它的这样一个心态 表达的这种变异 就是一个虚无 是吧 本来有种里面 信投到有种里面 这种信 将能抵达远方 是吧 信将承载着 它那种 不管是怀念也好 不管是一个记忆也好 或者说不管是一种交流也好 但是确实觉得一切都是都被改变 已经不行 已经抓不住一种历史的实在性了 抓不住生活的实在性了 抓不住生活的确切的含义 其实由一种醒来也可能是 过了一夜 过了一夜早晨 也可能是这个意思 道路通向历史以外 所以这里冒出一个历史 其实历史这个词能用在这里 不太好 这个词导致用的 我觉得在这个诗里面 出现历史这个词 像北岛诗写的这么轻的时候 我说这么轻的时候 突然就出现一个这么大的词 你会发现 北岛就说在处理这个词 像前面出现那个浩大 浩大我还是觉得 它是一种无可表达的 那种愤怒 那种绝望 但是我觉得历史在这里 这个词用的不太好 我觉得应该用一种 更加抽象 或者说更加小的一种词 其实哪怕换成 道路通向 记忆外都好一点 大家觉得 我觉得比历史在这里太大了 比如说 我这是偶然在想的 比如说记忆 当然我不是说 要在这里给北岛改诗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觉得历史这个词出现在这里 突然间显得太大 太大 一种闯入的东西 是外部闯入的东西 不是在他的修辞的 在他修辞的一种关系上 这个历史出现的太 出现的太 太充满 太意外 当然意外 当然词可以出现意外 当然意外要有意外之喜 这里没有什么意外之喜 历史 显得它太 大家尝试着 假如把这个历史改掉 是不是觉得 这句诗更好 大家会觉得 哪个同学有什么建议 觉得这个历史改造哪个词好 哪位同学举个手 或者就那么历史好 哪位同学 但建议 写诗 你觉得历史好不好 你觉得可以吗 当然 就是被烙吗 因为历史他会把他的意图 说出来 知道这个诗 他还是要抱着这过去的语计 你觉得可以是吧 好 哪位同学有别的情况吧 哪位同学 有别的举手是吧 好 我觉得应该 应该是吧 抽也 抽 没听这种 应该是什么 抽也 抽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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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路通向 以外 是那意思吗 这导致很让我意外 道路通向 这个词我觉得留下一个疑问给大家好吧 我也没有 一直没找到更为恰当的词 但是蚯蚓 但是蚯蚓表是一个非常 但是我觉得蚯蚓在这里也有点 也有点这个 又太意外了 但是蚯蚓的 你把话筒给他 我说是蚯蚓 他说蚯蚓 蚯蚓 太实了 太自然了 他这里不应该是一个自然的 太自然了 抽也太自然了 比如说道路通向 跟进以外 也不好 这个可以 算是可以争作 因为什么呢 这里出现了音数 出现了数 出现了跟进 我用跟进 道路通向跟进以外 因为其实是 跟进是不能够 阻断住道路的 就是 道路总是 因为跟进 永远没有办法 延伸到所有的道路之外 我是想 道路通向跟进之外 我是 假定是我 我会用这个词 大家想一想 这个词怎么样 就是因为 这里有树 这里一直在讲的树 酸在下一棵树上 是吧 道路通向跟进之外 所以只有到下一棵树 我是用这个修正 把它建立起 就是跟进 就是 到树的这个 根 好 这个时间停止快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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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